一開始我對大家這種東西 其實我是半信半疑的 因為有時候這種東西 你如果沒有見證到一些事情 你是不會去相信的 那就是那一次 有一次我們到永康林委員的家裡面 他們家幫他們處理完一些事情之後 隔壁的鄰居出來說 你們城隍也該當順帥 來我們家玩玩笑笑看看 結果那時候我阿哥是差不多 不是主力選手 阿哥不是主力選手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事物 比較沒有那麼繁重 所以那時候結束的時候 我就想說不然我到 那個委員家裡面去借個廁所 那出來的時候 那個委員他跟隔壁的鄰居 他隔壁鄰居說 你把錢幫我帶回去縣城隍廟投 因為他覺得說永康太遠了 他一個老人家不方便來這邊拜拜 然後結果投鄉有錢 那時候的城隍也在我還沒去上廁所之前 那個婆婆要拿錢給他 但是他就是不收 他說我們是出來做公益的 不會去收任何費用 那這時候城隍也就 大家就已經走走很遠 大概走差不多80公尺 至100公尺 這個事情之後 我跟那個委員提供 我們三個在場而已 他就把紅包塞給那個委員 說你把他帶回城隍廟投 我堅持就對了 那那時候就城隍也就 980公尺之後 又折返回來 那他就 他就用雞蛋 給他的隔壁 給他的隔壁 就說你東西拿出來 結果拿出來之後一包紅包 大家說 你人家說不想收你又不想收 那這個東西我會覺得很誇張 因為畢竟 全部的大隊人馬 都已經走離開現場 一大段時間了 那我從廁所出來之後 看他們兩個在那邊塞紅包 城隍也一回來就指他的口袋說 把東西拿出來 拿出來就這個紅包 我從那一次開始 我對這個就 比較會相信了 在民國95年那個時候 曾經有一個台大的高材生 那他就是 每次來城隍廟的時候 他就是會看得到東西 那離開廟可能方圓 三五四公尺 他就是會看不到 那有一次就是 他在後面 廟後面的時候遇到我哥哥 我哥哥問他說 你怎麼自己一個人站在這邊 然後就往前說 我現在都看不到 你能不能帶我回城隍廟 那帶回城隍廟之後 他就是會看得到東西 那他也一直 那一兩年他一直都在廟裡面當義工 他就是想說 如果城隍也可以幫我 我處理好這些事情 那我會一直在這邊當義工 我們幾乎每年只要有大駕 他都是會來報到 那有時候會歇斯底里 有時候會怎麼樣 不一定 但是到最後 穩定過號 就是只要有大駕就是有他 有大駕就是有他 包含好像也有去到他們家裡面 在六甲町那邊 在六甲町那邊 好像也處理過很多他家裡面的事情 那他現在也都好好的 就是已經可以過正常人的生活 我會看到 那是一ücken 我會看到 就是那一種 有大駕 在這裡 那是一種 有大駕 那也有很多 有大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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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駕